你上次不是说叫我教你打集体节吗 刚好下雨 我趁这个机会把这个集体节我教你 集体节是这样的 先准备一段这个披一线 然后呢 用两个手指 一个食指 一个拇指 给它撑开 撑开一个三角形 然后呢 留一长段线 绕到这个小拇指上面 绕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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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它不要滑 就撑住了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拿着这个碳线 留个几厘米的距离 放到这个线的下面 放好 放到这个线下面 然后呢 就开始打马边 马边是这样绕的 两个手配合 左边从下往上一圈 右边从下往上一圈 这是一个马边 放到这个披一线的下方 放到下方 按住它 从下往上 两个手配合 把它绕过来 然后再从这边绕出来 这是一个马边 这就打好了 然后用牙齿咬下 他试过来打住 打不好是吧 这个多练就行了 这个很简单 打一个马边 然后呢 用牙齿咬着这个线头 两个手往外撑开 这食指和拇指 两个手往外撑开 每一次重复 重复个十到十五次就可以了 每一圈都拉紧 用牙齿咬一下 三个马边 我快速地破完 我快速地破完这个多练就行了 四个五个 每一次都要用力给它撑开 可以了 对 这是马边 这是马边打得非常漂亮 然后我们把这个手给它松掉 把这个手给它截出来 松开了之后呢 现在把这个碳线这个线头和这个我们P线这个主线啊 并在一起 然后用这个P线的线头去绕这个半月节啊 碳线和P线是连在一起的绕啊 就是并在一起的 先打一个半月节 就是弯一个圈过来 然后呢 从这个圈里面传出来 传出来给它拉紧 拉紧 这是一个半月节啊 有一个好方法 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线它容易松 你可以把这个线盘啊 你这样悬空着啊 给它悬空着 有一个拉力 这个线是直的就很好拉了啊 一阵一反打半月啊 正面一个 就是 然后反面一个 一般是打六个 六到八个 就这样 正面一个反面一个 六到八个就够紧啊是吧 你看半月节就是四个啊 然后收尾的节 我一般是会打两个这种双向的啊 打一个节 进来一圈 再进来一圈 要是两圈 然后再拉紧 拉紧 这就非常紧了 就不会滑动啊 好 这边也是一样的 要一圈 一圈 两圈啊 给它拉直 拉直 是吧 这是收尾节 这个步骤完成了之后 你要拉着你的碳线 还有你的主线啊 这样去拉一下你的这个这个节啊 拉一下 它会微微有一点点滑动啊 看到没 微微有一点滑动啊 这是正常的啊 不要紧 有一点滑动 好 然后呢 把这个碳线的线头给它剪掉啊 一般会留个一毫米左右啊 不要完全剪掉了 要不然 欧可可能会滑出来 留个一毫米左右 看到吗 一点点 留一毫米 然后呢 最后一个步骤啊 这是收尾节 就是拿你的这个PE线的线头和主线啊 打 收尾节 一圈 两圈 打两个 上一关 一拉 跟鞋带一样的 很简单 你最后收尾节啊 然后这边再打两个 再一个 两个 打上 一拉 拉直 就OK了 这是一个好的机器啊 我把它剪 给你看一下 那这个线一般也是留个一到两毫米啊 这不影响了 一点点线头不影响啊 那这就是一个机器节 对 非常好的这个机器节啊 咱们这个机器节打的这个目的就是 加一个碳线是为什么 第一是防止这个 赶于第一时间把我们这个线给它咬断 你的P线它是不带膜的 赶于牙齿非常锋利 锋利啊 一下就咬断了 然后用这个碳线来抵抗它 第一下这个 咬 然后呢 第二是 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吊的时候 有可能会挂的底 挂底了之后我们去拉 拉的之后呢 就很有可能断的是这个碳线 有没有线主搭配的合理的话啊 断的就是这个碳线啊 很好能保护我们的主线啊 还有一个就是 在水底下匀搜的时候啊 如果有很高的这个落差 有的时候有可能我们这个线 在一直磨着这个 这个底下的石头啊 草啊 树棍子啊什么的啊 这个时候我们碳线就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它很耐磨啊 碳线的功能就是很耐磨 有一定的延展性啊 有一点的延展性啊 很好的可以保护主线啊 这个为什么我们拿这个机体性啊 特别的这个感觉 这个一定要拿自己接的 好吧 嗯 这就ok了啊